你们这一世每一天修法 这样子一开始的观想 就在跟所有的众生结善因 这些众生的未来记 就已经会跟大家试这个回报了 这不是可以一般人得得到的 你再怎么做怎么给 都不可能跟所有的众生六道结到远 就在你一个念头而已 你每次坐下来修法 静下来去想 就这么样子的一个念头 一个心念 你就从中在潜移默化 改变你整个人生 你在付出 你在光怀 你在行事 因为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好 都得到浮光铸造 都得到灵光加倍 都得到光明显现 这是只有智者才做得到的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一般人只想到自己 很难想到他人 想到所有的众生 六道众生 你想想看 愿轻 众生 这非常伟大 这非常伟大 这只有智慧的人 才想得到 也有这份心愿 要去做到 这是我们师尊教的 所以真正用心去体会 每一项 每一段 用心去体会 进入所修持的法中 不是只有 这一种枯燥 刻板 一项一项 这样千篇一律的法 进入里面 去想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念清净咒 敬身 敬意 敬口 安土地 为什么 一开始要这样 为什么要念 召请咒 召请这些佛菩萨 复法金刚 神咒 为什么要念 供养咒 为什么要念 世归一咒 为什么要做 披甲附身 要持咒 为什么 要做大礼拜 为什么要念 高王观世 因真经 为什么要修 正行的法 每一尊佛菩萨的法 每一尊佛菩萨的法 为什么要入三摩地 入定 为什么 做这一项 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这一项 要这样子做 进去想 进去跟这一项 的咒 手印 观想 进去 合一 去体会 去融入 去进行 你要做的这一项 发挥出来的 实质上的效用利益 去做 这才是真正的修法 你心摆下去了 心跟你所做的这个法 合一了 力量就出来了 法力就出来了 法力 修法没有法力 心没有进去 发挥不了利益众生 没有用 你再怎么摸 也是有力量 但你的心发不出光明 阔及不大 小小而已 你要像大日一样 太阳一样 当他出来的时候 不论在哪一个角落 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这个大日 的铸造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光明温暖 去试试看 真佛秘法 就像大日一样 你只要准备好 开始进行 就出来了 这光明就出来了 这温暖就出来了 这力量就出来了 这生机就出来了 这一摊法修下来 整个就焕然一新 能量完全补充好 所以修法师会累 昨天跟一些 拿同门法师讲 上了年纪会想睡个午觉 补充一下 缺乏的体力 我就觉得 很奇怪 我就从来不睡午觉 我不会累 为什么 我不会睡午觉 我只要眼睛张开来 已经工作到晚上 甚至于晚上 很少时间 睡觉 那就要研究了 为什么 我们也是同样是肉体 我也是吃得 原文滚滚 胖胖 你叫我双盘打坐 还没办法 脚太短 太肥 肚子太大 单脚可以 单脚 没有办法双盘 有的人做得非常知识 端正 漂亮 学宜家的 真的很羡慕 我没有办法 但我不会累 我不会累 我不会见床 就去躺 我不会累 只要给我 这个交替的 只要给我15分钟 10分钟 让我整个放松 让整个补充 这个能量 我整个人就 患难一心 打坐路定 因为真正 进入到这个法 这个力量当中 这个能量当中 这个光明当中 同样是修一谈法 精力旺盛 就好像 车子的油箱 油用完了 加个油 哇 非常的有力量 去充斥 去充斥它 先进它 怎么样补充 这个大日的能量 这个佛弗萨 诸佛 光明的能量 这就是你要明白 了解 你要进入它 不要只有做外表 外向的工作 功夫 去了解它 为什么我要修 这一谈法 为什么我在修 这一项法 为什么 你不明白 那就是这样 滑过去 念过去 每天 就是这样 过去 是一种 是一种 交代 说因为我要修法 我皈依了 要修法 就这样子而已 师尊说 每日一修 一日不修 一日是鬼 怕成为鬼 OK 去修 怕有业障 怕不有什么事情 怕有什么事情 去修 不是的 刚开始也许可以这样 你在慢慢在修持 时间久了 你就开始要体会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做这一项 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 你能够进去就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持这个咒 为什么这个咒 为什么要念 这个咒是什么意思 我持这个咒 要怎么表现 师尊讲三大成就 持咒 能够成就 路定 能够成就 做护魔 可以成就 我念咒 怎么成就 怎么样才能念咒 成就 持咒成就 就叫做 持明成就 为什么持咒 会叫持明 持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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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持明 广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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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